每天堂点都很多小儿带你磕一磕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儿又和大家见面了 前段时间突然抱货的小网剧 《当我飞奔向你》 相信大家都看了 作为一部青春校园小田剧 让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段呢 让小儿印象最深的是周一然和张淼仪 在房间里的那场吻戏 天呐 谁家演戏会吻得这么激烈啊 而且大家仔细看看吻戏状态中的周一然 是谁吻戏 亲的耳朵都红了呢 话说就这么害羞的吗 所以这甜到发厚的恋爱 到底是谁在谈啊 不得不说很久没有看过小年轻谈恋爱了 那种青春激动的感觉 靠演技是演不出来的 周一然和张淼仪 他们不需要演 他们只需要做自己就够了 在片场小淼做过最多的事是什么呢 牵手抱抱拍周一然 看看两人在片上的花絮 真的爱死这种小情侣 在一起拉拉扯扯的样子了 每一次看都是一脸的一目笑 看见小淼走到哪儿 都是拿着摄像机拍个不停 难怪相册里的周一然那么甜 可能在杀青之前预感到了 可能这一次离别 可能就是真的在意不见了 所以才显得格外珍惜吧 看看两人的直播画面 周一然的眼神就没有从小淼的身上一开过 想想最近刷到的两人身穿起礼装 联想一下 两人私下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之前两人一个去了和睦 一个去了三亚 一个最北 一个最南 结果还是给CP粉来了一波联动 就这样的小情侣真的很难不让人爱呀 提起青春校园剧振华三部剧一定榜上有名 无论是耿耿于怀还是羚羊于舟舟 在最美好的青春中总会遇到惊艳了年少时光的人 我们尝过暗恋的苦涩 也感受过少女怀春的怦然心动 大多数抱有遗憾的记忆才更让人难以忘怀 只因为那是年少时最干净和纯真的一片净土 一部小成本的青春校园剧《当我飞奔向你》 却在明星扎堆的电视剧中一军突起 口碑和热度居高不下 成为暑期当中的一匹黑马 该剧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没有狗血的三角恋 没有玛丽苏 也没有喧兵夺主的中间角色 误会不过一击 全程都是粉红泡泡 16岁的这一年 张路让碰到了苏再再 像一道光刺破阴霾 照进了张路让封闭的内心 让张路让的人生从此不砸黑暗 每次看着苏再再 张路让都是宠溺的眼神 上阳的嘴角和可爱的酒窝 都是最好的见证 苏再再和张路让 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类型 苏再再活泼开朗 可爱且勇敢 有什么说什么 苏再再一点也不傻白甜 他清醒 理智 一直都是真诚且热烈的生活 他总会给我们惊喜 清醒的发言 事实的质疑 他有自己的坚守 苏再再在张路让面前 是自信的 他告诉张路让 每个人都有短板 英语不好没什么 让他不需为此感到惭愧 更重要的是 他愿意帮助张路让 补习英语 也相信 他通过努力 一定可以取得好的成绩 最让我感动的是 高考前夕 他们两人分隔两地 不在同一个学校 他们约定好 要一起考华大 在备战高考的日子里 他们把对彼此的约定 当作动力 虽然在不同的学校 但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 一起努力 一起挥洒汗水 这才是真正的喜欢一个人 把他当作榜样 当作动力 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不是目标不一致 而是约定好 要一起变成更优秀的人 我喜欢你 同时我也喜欢我自己 我们都要为了 喜欢的人更勇敢 变得更好 顶峰相见 看他们的青春 让我对我的高中生活 产生了深深的怀念 我的高中 没有张路让 没有固然 我也不是苏再再 平凡的如一波平静 不犯波澜的湖水 一条条名誉和暗语交织 编织出来的小飞奔 很梦幻 很甜蜜 有点心酸 几分温暖 懵懂青涩 学会承担 他用一种很美好的方式 教会我们 成长 原来也可以很明媚 当他们耳边 肆意玩耍的青春 或许那是我们青春里 不曾有过的张扬 而想想 至今仍然会感到遗憾的过往 可有什么关系 教室里刷题简单 而枯燥的青春 是青春 轰轰烈烈的青春 也是青春 某个画面 它一定有扣动你青春的影子 能唤醒你曾经的单纯 那就够了 希望每一个看过 当我飞奔向你的大人 如果你的青春曾有遗憾 如果你觉得你青春里的遗憾 曾被谁破坏过 那如今成为大人的我们 要学会宽容一点 对标 从不是让你看看 就过眼云烟的 对标是为了自省 就算不能成为最酷的那类人 也要记得初心 别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类人 这就是六月 小飞奔来过最好的意义 没有之一 反思才是常态 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即使我的高中生活很平凡 大学生活也很平凡 但我依然十分感谢 存在于平行时空的 苏宰宰 张璐让 固然 江家 官放 因为他们我有幸参与了这场盛大而灿烂美好的青春 他们的美好也赐予我美好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猫的树导演拍摄的作品呢 因为他作品里面的人物是鲜活的 明亮的 纯真的 勇敢的 坚定的 随性的 自由的 且热血的青春 而我的青春则是安静的 无人问津的 可以说是平平无期 无论过了多少年 永远会为校园爱情流泪 简单 纯粹 而又美好 猫树 是会选觉的 他拍的每一部 我基本上都会追 真的太有感觉了 青春的时候 从未感觉 原来青春 可以如此美好 十几岁的少年 无论是友情 爱情 还是亲情 都那么的纯粹 而又美好 那时候看待世界的眼光 也不一样 觉得一切都很好 少年们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 但是 他们都很好 前阵子 官博还放出了两人 于三年前的世袭镜头 进度前 张妙仪和周一燃 两人干净倾诉的模样 适配度极高 除了风味感 麻麻的小甜品之外 自为女主出演的张妙仪 小太阳仪的性格 也非常活泼讨喜 居中大量的校服造型 套着学生独有的乖巧 与灵动 横冲直撞的少女形象 下一秒就能将人 带回懵懂的校园时代 脱离校园的休闲造型 则以莫兰迪色系的单品 干净简约的妆容 搭配可爱刘海 与双马尾麻花辫 营造温柔与明媚的 中学少女气息 而在最近 飘尚热搜的 九五四大甜妹词条下 除了令人熟知的张露丝 与树心 甜心微外 还看到了张淼仪的名字 除了在剧中 诠释的甜妹形象 1998年出生的张淼仪的 四幅造型 也常常流露一种 简单清新的元气感 比如夏日最常见的T恤 揉以明亮色彩 搭配一条牛仔百折短裙 简单 却又不是活力 白色T恤增添字母樱花的 设计细节 简约经典 又增添了时髦属性 或是叠穿糖果色的 灵格纹马甲 让造型层次丰富 注入一抹乖巧的血缘气息 可爱的糖果塑料发卡 点着日常时刻 无时无刻 不透露着少女气息 娃娃领 泡泡秀 蝴蝶结元素 也时常会出现在 她的衣着单品当中 比如简单的翻领开衫 木耳边的褶皱点缀 搭配蝴蝶结发饰 甜度拉满 橙白色泡泡绣 脸衣裙和花朵 暗纹刺绣的小细节 自带清新的少女气息 增添学仿面料的脸衣裙 清新的淡绿色 不仅会因夏天 整个人自然流露出一种 清爽又元气的氛围 粉嫩色调的脸衣裙 搭配可爱的边发 彩色的小球就点缀 专眼又是另一种 古灵精怪的俏皮模样 换一条淡黄色的 印花连衣裙 或雾霾蓝色 细吊带裙 也能轻松消化 时不时通过一些肢体语言 全是少女的 无限可爱和灵动 偶尔换上吊带背心造型 牛仔元素 多了一抹甜裤感 或是搭配 宽松低腰的西装裤 透着稍雪的小性感 拼色T恤 与过细长度的牛仔半裙 略带复古的千细风潮 一双小白鞋点缀 依旧透着林家的亲近感 虽然凭借着 《我飞奔向你》 让张淼仪 在这个夏天出圈了不少 也期待妹妹之后 能有更多的作品 让观众 看到她的更多可能性